2024总统教育奖结果出炉 华联县这次有两位同学获奖 分别是国风国中的黄思廷同学 和卓西国小的林陈毅同学 县长徐中卫特别颁证奖状 勤勉两人能够秉持乐观敬许和感恩的心 拥抱梦想勇于竹梦成为国家栋梁 2024总统教育奖结果出炉 华联县这次总共有两名同学获奖 其中国风国中黄思廷同学 只有腿伤不良于行 面对种种困难却能始终保持乐观 不服输爱助人的性格 勇于突破逆境勤勉向学 而卓西国小林纯义同学 虽家境清寒但积极向学 担任射箭队的队长能吃苦耐劳 坚毅不拔的毅力在射箭成绩表现更是出色 县长徐中卫在24号上午除了为他们颁发奖状 也细心倾听学生们的神明故事 了解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的需求 并承诺华联县政府将持续挹注资源在教育扎根上 要为学生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请免两人都能秉持乐观进去与感恩的心 拥抱梦想勇于竹梦成为国家的栋梁 记者 许丽琴 欢联系报道